原标题 护掉的陈学东 最近在沙雕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吗 陈学东今天又在沙雕 一开始 粉丝在机场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结果 陈学东表示 黑他的粉丝可以 不要黑他 之后又重新发了一条微博表示 表示他的心理苦 陈学东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大家闹出误会了 前段时间 陈喜达斯连粉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而陈学东因为悄悄摸摸 在微博上搜自己的名字缩写 CXD就搜到了这个光 还一不小心就给点了个赞 直接暴露了明星在微博上搜自己名字缩写的行为 陈学东的回应也是非常杀雕道 竟然在某宝上租房手花神器 以为这样就能免出他的手华之灾 好像最近陈学东给大家的感觉都还挺沙雕的 大概是因为无了所以要调整 一下该走劫地气路线了吧 毕竟他最近的戏都已经跟黄星廷做搭档了 以前合作的可都是杨幂这种级别的人类 陈学东也算是男明星里比较幸运的一位的出道空降兵 直接在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里做主角 扮演了重要的周重光一角 所以一出道就获得了超高的关注度 少打了很多年的酱油 而且因为和郭敬明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 所以那段时间郭敬明电影里的男主角绝对会留给陈学东 不愁资源有话题度 那段时间的陈学东还是蛮风光的 但是那段时间陈学东和郭敬明的绯闻也传得蛮多 当时还有一篇化名老板包养金丝雀的文章 看过的人都觉得是在暗指陈学东和郭敬明的关系 当时校长王思聪还不嫌事多地转发了一条微博指认两人的关系 没想到的是陈学东本人也转发了 而且后来有一段时间 郭敬明又和他的新人演员汪夺传出了绯闻 当时大家还以为郭敬明这是移情别类要抛弃陈学东的 但是没想到郭敬明竟然发出了死全家这样的毒誓 只来自郑清白 但是之前他和陈学东传了那么久的绯闻都没出来说一句 也难怪大家会如此激动了 不过最近陈学东和郭敬明的联系 显然没有之前那么亲密了 陈学东每年过生日郭敬明还是会暗示送上祝福的 前几年郭敬明生日陈学东也是很积极的送上祝福来着 但是今年陈学东这边竟然没有任何表示 若不是陈学东和郭敬明已经七段关系不再往来了 那也不一定只能说可能是结巴了他和郭敬明的话题吵得太久 反正至少现在对陈学东的事业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正面意义上的帮助了 而且郭敬明能给陈学东的资源都已经给到了现在郭敬明手里 也没什么适合陈学东的IP了 以前的那些大IP都没能让陈学东活起来 现在没有IP支撑的陈学东 果然就更糊涂 之前还闹出粉丝大规模托粉事件 就粉直接指责陈学东两面三刀 让人心烦 还指出陈学东因为粉丝做的数据太差对粉丝失望 就连陈学东之前的小心机也被老粉爆出 所以粉丝脱粉也蛮可怕的你 永远都不知道粉头那里有多少明星的黑料 不过可能正是也因为陈学东本身就比较虎 所以这件事对陈学东的影响好像并没有很大 之后陈学东还是在照常上中意什么的 不过陈学东上中意之后 反倒是比演技圈粉多了 不管是上一年级 你还是我家那小子还是奇葩说 关于陈学东的评价 都发出了真香的声音 可能脱离了演技的陈学东 更容易被接受 不过大家别以为 大家发觉了他作业的亮点 就能逃脱他演的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